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些话都是教导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怎样用功 这个用功就是前面所说的观照 怎样去做观 怎样观照 佛在这个经上交给我们 把从前俗情统统放下 一个崭新的观念 崭新的方法 重新来观察这个世间 跟世间万事万无相接触 佛教给我们看相 看体 看它的作用 以前我们不会 糊里糊涂的 现在 在学了大乘佛法 懂得了 任何一法呢 都要从体相用 三个方面来观察 那就对了 这三个方面来观察 是同时完成的 不是一面一面看的 是同时完成的 像是现象 有啊 像是有 体呢 体是空 所以说 这个看法 跟祝福的看法 一样 如果淡见相 只看到相 作有了 像是有 作有 反复就作有 反复是单看相 不晓得这个相的体现 不知道相的体现 也就是说 不知道这个现象之所以然 他作有 他作有 但竟飞向了 即作空 这是小成人 欧罗汉 毗智佛 他在一切相里头 他专门看体 他不注意相 专门看体 专门看体 住空了 体是空的 万法皆空 为什么说 小成人 躲在 偏真 涅槃 偏真 涅槃 而佛游的时候也说 五为坑 五为就是空 什么作为都没有 五为坑 把它比喻做个坑 掉到五为坑里面去 这个意思呢 做空 做空的意思 他之所以做空 他这个脑子里头想 他就想空 他就想一切万法之体 这也是错误 都不能进行 着空 着油 都偏在一边 都没有见到四世的真相 我们一般讲 偏见 不是正见 不是正见 佛语 大菩萨 才叫正知正见 这个正就是不偏 既不偏空 也不偏油 这个叫正知正见 借住相非相 这就对了 借住相 是有 不住空 分一项是空 不遏油 这种观察法 这样的观照功夫 空有两边不准 我们学会 要马上会用 才行 那你真的学到手了 真会用 真能够会用 你的生活 如果 就过的是 诸佛菩萨的生活 那就不是凡人的生活 你整个人生都转变了 你的妄想 你的妄想执着 通通没有了 你的心 念念都生智慧 就像谭经里面 能大师说的 在地自心中 地自心中长生智慧 他为什么长生智慧 他就是 见住相非相 所以就长生智慧 这个境界 二边双融 双融就是 无相无不相 无相是体 无不相是现象 有体 有相有用 这才是见到的 叫真相 真相完全看到了 真相就是真心 所以说 这经如来 如来 在《金刚经》上说如来 都是从本性上说的 这见如来 就是陈安家所家的明心见性 那你就明心见性了 见了性 那个佛德就不可思量了 你的福不是修来的 修来的福可以思量 思就是可以思为 量是可以衡量的 你那个佛报有大小 有长短的 是可以称量的 自信里面的福德 自信里面的福德 不可思量 不但我们 没有办法去 想象 去度量 祝佛如来也不能 这个识 这个识 是四识 一点都不讲 所以 信要是 信员现出来了 真实的福德 感谢